记者钟洪良台北报道,台北市宣布,为了推动智慧城市,明年将在内湖科技园区,南港会展中心,南港软体园区,松烟文创园区为核心区域,推动12600展智慧路灯,除了有照明功能,也可以搭载5G行动电话及地台,市府更想在115个交叉路口设置人车流侦测器, 即次及时掌控车流,提供民众最新交通资讯,甚至也想要纳入车牌辨识,人脸辨识等监控机能,但副市长林钦荣强调,这些功能使用上都需有公共性,不会影响民众个资。 林钦荣表示,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已预告明年将要开放台湾5G执照竞标,北市府也决定在年产值6.5兆元的台北黄金经济三角洲,包括内科、南软及信誉计划区等区域广设置智慧路灯,大造5G智慧城市。 他说,路灯广设在城市内,但功能除了照明外,也可以供应电力与网路,未来可搭载5G、NB、RT基地台,大造5联网,更可以开放给厂商享有其他盈利模式。 他更说,智慧路灯也可以结合广告、监视器、电子炸狼,可以有效掌握交通资讯,看灯广告,还能抓车辆违规,协讯失踪人口等。 然而对于在路灯加入监控系统是否会让民众觉得备受监视。 林钦荣说,政府使用资料都受到个资法限制,合作厂商也需要签署合约保护民众个资。 他也说,新加坡有投过智慧公车站去做人脸便是反恐,但台湾情境不同。